我有一个问题 不要问了 这一定要问头老师 给我一次机会 因为他在大学里边都在工作 那么你用什么时间来学习 你挂科吗 这个问题我也想说来着 你挂科吗 我大学里遗憾就是没拿奖学金 而且还挂科 你挂了多少科 总的 数不清了 加拿来就五科 就五科 而且补了 你能毕业是吧 你毕业了没有 我是 我回学校才答辩 答辩论说七月份才毕业 所以现在你还没毕业 七月份才正常毕业 能毕业吗你觉得 能 他肯定说能废话 他能说他不能啊 真是 谁 哪个啥都问的这问题 那你是要把那五科都补过了 他能毕业是吧 不 我已经补过了 他已经补过了五科 不 已经补过了 是 我是说你已经补过了 我的天哪 耶 真是 可以了 可以了 我们要抢人了 再问一下 再问一下 我问你的新资 没有八千可以吗 人家也不去你那儿 我 关于新资 我想说一下 附近老师可以吗 就是 从理论上的 我觉得我能值至少八千以上 因为我做过纵向对比 就是我身边跟我一样 平时一块玩的 会比八千高 另外一点就是 我看过非你莫属之前的节目 我感觉 我跟那些能拿八千的选手 应该也不会差太多 所以你觉得自己值八千的 具体的原因是什么 是某种能力 还是某种素质 他就是一种自信 一二三 他就是一种自信 就让他说 一二三 第一 我在工作里面具备很强的工作能力 平时还没有 第二就是 我感觉我有创业精神 能创业精神的人去公司实习的话 他是创造价值 而求职精神的人去那就是发挥价值 创造价值和发挥价值不一样的 第三呢 有没有 就只有两点吧 第三你是个很好的种植 对 来 准备好一千元的红包 废话少说 拿钱出来抢人 否则他是我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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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轮选择 去国流 好激动啊 第十一个要产生了 抠门 没有 是他自己把自己给灭了 是的 很可惜 没有闪生爆灯 来 自首一下 为什么要灭灯 因为我觉得他的方向完全不清晰 然后呢 刚刚尹峰在问他说 你为什么值八千 我没有听到你能够值到八千的这种条件 因素 刚出校门的大学生 不要去跟别人比 跟我一样的人 差不多人他拿到多少钱 每个行业不一样 职责不一样 分工不一样 能力也不同 这点提供给你好吗 好 谢谢 听一下他们的职位 从利好员开始 包括销售岗位 以及其他的 你觉得适合你的岗位 工作地点是在上海 对 销售或者是BD 是可以推广我们的这个产品 工作地点在上海 谢谢 为了让你先了解一线业务 先融入企业文化 从店长开始做起 然后工作地点呢 暂时在北京 我可以提供给你的销售岗位 是比较好的 我觉得深圳和惠州 你可以去选 给你的是我们总裁办的管理培训生 直接跟着我来 谢谢 谢谢 我觉得你还真挺适合 互联网公司做地推的 充满热情 也期待你加入我们的创业大军 好 谢谢 新疆社群的运营 这是伯罗尼提供的这个职位 第一个就是可以给提供一个 讲识的岗位 第二个就是可以给你一个 销售总监的一个职位 是做互联网推广的这么一个销售总监 谢谢 我们是国内最大的这个医美的互联网平台 岗位呢是商务经理 然后工作地点呢在广州 我不管你喜不喜欢我还挺喜欢你的 所以我给你两个销售岗 都是在我们销售部门 由销售总监来带 我看你想去上海嘛 那我想让你做我的助理 那先在北京进行这个我们整个体系的一个学习 这个先在北京然后再去上海 都系好了 有点混乱 还混乱呢 自己这么清楚 来 剩下来的十一盏灯灭九盏流两盏 去吧 请不吝点赞兹灭9盏 不好意思啊 谢谢支持 来 谢谢支持啊 来 抓紧时间 张扬不要每次都挣扎 来 让我们一起倒数十个数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做出你的选择 不好意思 您敬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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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张扬 张启明 谈前不上感情 写好了吗 来 紧接一下 来 八千加一万 我想问两位老板的就是你觉得对于我来说你与对方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在哪就是对于我来说的 你刚才所要的东西我都能给你为什么呢第一啊我们公司一万块钱工资太少了在我这里如果是你在我那去三个月过后只拿一万块钱肯定把它开了 第二我们公司里面全部是采用合作的关系未来你照我那就是老板啊也就是一年过后如果你拿不到我的股权呢也把你开了就这么两个事情啊 来 张扬 你的 我们就是餐饮行业的这个苹果和特斯拉把餐饮从功能餐饮时代带入智能餐饮时代的一个开创者所以说我希望在这边我会带你学到什么叫数据化运营什么叫互联网化运营 好吧15秒钟 一条金空熊九集团或者是谢谢再见你的选择是熊九集团去吧 OK你选择是正确的啊 在赛小鹏和熊九集团的时候我肯定会选择熊九集团那我为什么会把一桃水流下因为他说他会让我当他的个人助理那么在后期他开出的薪水上面呢可能没有我想象中的高所以说我还是坚持了初衷 我还是坚持了初衷